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头 就在上一个星期 一我们看到说中美之间的贸易协议几乎就达成了 现在就说就差千字就达成了 通常他说法的第一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第一部分的达成的时间 应该是明年的第一个星期 那就是上班之后四五号 因为现在都是假期了 基本新闻也没有 你也看不到什么太多新闻 新闻主要发生在国内 那是第一个消息 第二个消息就是 李克强国务院发表了一个 发了一个什么通知 严防这个地区性的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金融风暴事情的东西 地方式的金融风暴 那紧接着在 他在省市一级 一些副手都是金融专家 就是学金融的 本来不在地方任职了 却从一些专业部门调到地方去 北京的一个 山东的一个 辽宁的一个 还看过浙江的大概 副省长 他实际这个人呢 是学金融的 他主管来防范本省的金融危机 可能金融 主要是地方债务的这种崩盘 另外一个呢 昨天看到的消息 茅台集团 无偿转让4%的股份 转给了贵州市政府 他说是转给了贵州市的 叫什么国债 国资委是什么 而茅台集团本身呢 是隶属于贵州省的 贵州省的 这个叫国资委的 所以就变成了 左手转右手 而他转右手 当他转出去4%的股份 股份呢 他在金融规定上 就是股票规定上 超过5% 要经过 这个叫什么 董事会批准 开会的 而转让4%呢 不需要经过任何人通过 而且他是私自无偿转让 他自己解释 就是转让本身不会影响股权的氛围 大股东换了 他说没有 没影响 价值大概500多亿 转给了地方政府干嘛 顶掉地方政府的债务 他就地方政府债务太大 结果呢 说就从我企业中 他本来是人家企业的钱 钱股票给拿过来500亿 顶了地方的500亿的债 拿股票顶了债 反正茅台老有人和这股票老往上涨 股票现在一千 一千一百六十多块钱一股 他这么干 那如果这要这么干的话 明儿 杭中出事的话 阿里巴巴可能也得把股票给人家 就是各地方 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债务 有可能去盘剥这些大的 半民营企业也好 国营企业也好 他会把那些钱转过来 那这样的转移就变成拆东墙 补西墙对不对 那边墙高了 他就在字里 反正都是一个锅里的 什么横竖都是肉了 煮烂了也是烂在锅里 他搞这个 那搞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地方债务太大 而中共中央呢 无权就没有能力去做了 已经没有能力去解决 你再印钱给他 他已经印不了了 他就开始横 这等于是横向去盘剥了 你们家墙高 我们家墙地 我把你们家墙扛一段 砍下一截来 放我们家墙上 大家走齐 不就这么回事吗 平均主义 他也没太多解释 那是好是必呢 可能没有人干过 谁也说不出来 什么原因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 你从本来不相关的 不同的角度 你看出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经济 处于崩盘的状态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崩盘 而原因来自于贸易战 最大程度的是贸易战 贸易战的本身 摧毁了今天 原来中国社会的生产链 对于世界市场来讲 就毁掉了供应链 但对于中国而言 就毁掉了生产链 一个笔 有做笔头的 有做笔帽的 还把笔头给削了 对吧 光上做杆的了 那这东西前后它凑不齐了 这支笔是出不来了 那它整个这个企业 整个围绕做这支笔的企业 就全完了 而这个笔 卖给美国人 所以这就叫供应链 那对海外而言 供应链摧毁了 对国内而言 它的生产链没了 工人是在生产链里面的 对不对 就靠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十五个小时 还挣了点工资吃饭 你工作链没了 就是工作环境没了 工作没了 这是对它的挑战最大的 那一旦给摧毁了 要重新再起来 太难了 什么东西从头来 就太难了 这是今天的一个故事了 这是讲内在的问题 结果与此同时 今天呢 自由亚洲电台 登了一篇文章 他就说 国内披露出来的外债 高达两万亿美元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外债应该是 2.3万亿美元 创历史最高记录 外管局公布的数据 应该是27号公布的数据 截止到 今年截止到9月底 中国全口径 含本币外币 外债余额高达2万多亿 那而该数据说 仍在国际社会公认的安全线内 外管局公布了详细数据 从结构限制来说 中长期外债 8300亿美元 短期外债 1万2000亿 还是1万2000亿 他与贸易相关的信贷 占了43% 如果短期外债 有1.2万亿美元的话 我们可以算一下 他的利率 他每年要还掉的利息 那个钱有多大 从哪来 不过中国企业欠债 还不了的问题 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 野村证券的报告 人币贬值 增长放缓 利润下降 金融风险增加 明年的中国企业 还债压力上升 违约风险会大大增加 他做了一些不同的比喻了 其实短期外债 如果是一年之内的 这个统计数据 是到9月份 9月份到明年8月底 有1.2万亿美元要还 再加上他的利息 这个钱从哪出 这是今天真正面临的问题 而9月份之后 贸易战 就是贸易战 贸易战本身对中共国的打击 显现的更加的明显 再有十几天 中华民国大选 台湾大选前 北京修改法律 向台湾示好 人大常委28号修改了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为台商简化投资规范 并与外商投资法相结合 那你如果把台商投资法 跟外商投资法相结合 那你就承认中华民国了 是不是 那你不这么解释怎么解释 在你的投资法中 把台湾 把中华民国与美国等同 2020年1月10日 路透社讲 这是北京向台湾示好 那不就胡来吗 这不就是 这叫胡来 这叫骗子 中央电视台星期六报道 做两方面修改 一个删除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审批 和备案的相关规定 也就是你随便来了 不用审批了 第二个 完善投资方式的相关条例 目的是做好法律之间的衔接 那原来干嘛来的 你们家法律今天这么接 明天那么接 那原来那个接的算什么呀 对不对 他自己骂自己 原来那就不对 以更好的保护投资的合法权益 那今天你可以更好的 明天会不会更好 如果你有明天会更更好的 一种保护条例的话 说明今天这个法律是骗人 台湾政府一直警告民众不要陷入中共国的经济诱惑 应该给予中国人民言论自由和民主 而民进党正在推进反渗透法在立法院的通过 星期五 蔡英文在答辩中提到 中共大陆对台湾的渗透威胁 迫切需要反渗透法 反对者说法案沟通不足 定义不清 遏制言论自由 自由裁量权过大 而硬要在极短时间内通过 那台湾民主倒退三十年的恶法 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如果今天的台湾保护的一切 是免受中共国的侵害的话 这就叫顺天意 他就怎么做都成 出于自己的利益 包括所谓的人权 而随意乱来者就是助纣为虐者 其实就这么样 中共定出的法律 同样是为了针对星期一是星期二 下礼拜一或者礼拜二 台湾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 将投票第三次解读 第三读有关反渗透法 如果读过之后 他就求就可能即刻成为法律 在明年的一月一号即刻成为法律 那一旦这条法律通过了 就成为法律了 今天中共在台湾的相应的人员 机构组织等各种各样的 与中共相关的这样 而中共相关的借口就是言论自由 民主自由 以这样借口而传递中共国 共产党的诡之理论的那些人 将遭到沉重打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